不等母亲多说 袁国华撒腿便跑 和袁国华短暂见面的几个细节 让我们很是诧异 袁国华的房间光线十分阴暗 连一盏灯都没有 就连窗户也是用纸蒙上的 当他面对我们的镜头时 他会迅速地把脸遮住 袁国华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行为呢 从邻居的口中我们得知 袁国华卖肾竟然是为了自己整容 难怪他在面对记者镜头时 会极力遮挡自己的面容 由于光线原因 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袁国华的模样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无法想象 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让袁国华有了这样极端的想法呢 那么今天袁国华的母亲 屈朝英女士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节现场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看母亲的看法 有请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先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你希望大家怎么帮助你啊 全他一想要全我日子一想要 阿姨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袁国华要去卖肾的 传他 传他 传他就修得他呀 那你知道他卖肾是为了什么吗 他整容啊 他整容都不好看呀 不要整容啊 我先去反对他呀 阿姨 那我问一下你们家庭情况怎么样 家庭情况很穷啊 很穷 老后在楼瘫痪是住不得都靠我和我日子 嗯 也就是说国华的爸爸现在是瘫痪在床上 那穷腾吗 家里的女人